好 天氣方面我們來關心 目前封面就掛在台灣的上空 但是肯定很多人有個疑問 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東北部地區還有澎湖 確實下起了一場大雨 可是其他地方後續的雨 就沒那麼大 有些地方甚至連雨都沒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一次 西南風比較偏弱 再加上受到北邊的高壓影響 有點抑制它對流的一個發展 只是我們從封面帶上 還是可以看到 在廣東一帶以及琉球群島一帶 還是有比較旺盛的對流發展當中 也因此只要有對流發展 並且移入的話 當然還是會為我們帶來一些 劇烈天氣的影響 特別是在今天中午過後 中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可能就會因為對流 而造成一些局部的雷震雨勢 那麼今天入夜之後 到明天上午這段時間 看起來可能也會有一波雨勢 下下來 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區 里島跟東北部地區 要特別留意 也因此星期二 星期三 目前還算是本週天氣相對 最不穩定的兩天 那麼星期四 星期五的時候 雖然說封面的影響稍微減弱 沒有下雨的空檔時間拉長了 但是依舊要留意的是劇烈天氣 還是有可能隨時會在某個地方 下起劇烈的降雨 雷擊 或者是強震風 而要等到更緩和的一個降雨 要等到星期六 甚至是星期天的時候 到時候封面北台了 有些地方天氣比較轉穩定 還有機會看到陽光露臉 只是我要先提醒觀眾朋友 看到下週一的一個地面圖 這一道封面又再一次的 要靠近我們 並且接下來會持續往南壓 而且這一道封面 它比本週的一個封面 更加的扎實 言下之意就是說 下週的天氣可能會比本週 更加的不穩定 有一些劇烈天氣的產生 可能相對來說機率會更高了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天氣預報 還是要多多留意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